各位,這裡有一個X上面的貼文 講一些東西我覺得是在時間上不對的 所以一會兒我將這篇貼文的主要內容 跟大家分享之後 我會講講為什麼我認為這篇貼文 在內容上是不對的 我們首先看看貼文所說 有一個美國的戰略關 在2018年8月 在一個軍事會議上 在達庭廣眾之下 鏡頭之前 講出為什麼美國要派遣這麼多軍隊 阿富汗離開美國本土 一萬二千多公里 所以非常遠距離 駐兵在阿富汗 為什麼呢 這位將軍 舉出三個原因 第一 中國有一個新的 雙向的 雙越路線 即是 一帶一路 這個一帶一路 自然會通過 阿富汗地區 所以如果美國想 製造一些 用武力影響到 這個一帶一路的話 需要在阿富汗駐軍 第二 我們知道 巴基斯坦 和印度都有核武器 因此 在巴基斯坦旁 其實就是 巴基斯坦北部 阿富汗駐軍 可以 對 巴基斯坦的核武器 放眼睛看著 然後 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可以穩定局勢 我不知道美軍 怎麼可以穩定 巴基斯坦的局勢 第三 他就說 中情局 CIA 希望 使用中國 不穩定 方法是什麼呢 他們的 情報的 軍事家認為 最好辦法就是 在中國的新疆地區 製造 不穩定 於是可以拔一些 新疆的維吾爾族人出來 然後 加以武裝訓練 訓練後 等他們回到中國製造 恐怖活動 我們知道 這件事的確發生了 在2013、2014年 有不少的 恐怖活動 沿著於 維吾爾族 新疆部分 省份 當然 中國所採取的 對抗恐怖活動的手法 不是靠炸彈 並非像西方形式 現在這個 Colonel 在2018年8月 提出 美國要入 阿富汗的三個主要原因 我們提到其他事實 譬如 鍾成谷 在2019年 他在2018年8月開會 2019年 幾個月後 有一個 世界維吾爾族 會議 舉行 提出 提出 在新疆地方 有大量 atrocities 令人震驚 破壞 的事情 那些 號劫 atrocities 當然我們已經知道 所謂 World Uga Congress 是由 臭名遠播的 NED 所支持 我們知道NED是 中程局 一個 外部單位 另外 亦有一個 Uga Human Rights Project Uga Human Rights Project 亦說 在新疆地區 有一些巨型的 集中營 裡面 扣留了 數以百萬計 的 維吾爾族人 當然這是廢話 一樣 這個 所謂 Uga Human Rights Project 亦都是由 臭名遠處的 NED 所提供的 而另外一個 就是 有一個 Campaign for Ugars 於是裡面找到很多 所謂的 受害者出來 由受害者 說 我們一樣知道 Campaign for Ugars 亦都是由 NED 所支持的 如果我們看回所有資料 就發現 有一個人 走出來 這個人 叫做 Adrien Sins 這位人 基本上是一個德國人 德國的基督徒 他 搞一個 反 中國的組織 叫做 Victims of Communism 就是 共產主義的 受害者 他自己本身 在 德國 但這個組織 是在華盛頓 所以 中間有什麼關係 不知道 在2018年 這個組織 在美國收到 超過100萬的 所謂 贊助 為什麼呢 也是 靠 宣傳 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分兩部份 一個就是 Adrien Sins 另一個就是 澳洲 另一個 臭名 遠播 所謂 智囊團 這個就是 ASPI 利用 Google Maps 圖像 就有一個 學校 學校就有一個 圍牆 當然 任何學校 都不希望 一些學生可以 回到學校之後 就走出去 所以 通常學校 一定有一個圍牆 這個不止 在 中國是這樣 香港 大家都知道 所有中國 香港的學校 都有一個圍牆 其實這裡 在澳洲 比如澳洲的中學 和小學 就算中門大開 可以隨時進去 但是 都是有一個 有一個圍牆 起碼 在小息 的時間 是有人 看著門口 不要讓學生 走出去 在中國這個情況 更加是 於是他看到這樣的東西 就說這些就是 集中營 所以這些圖片 就由ASPI 所提供 我們知道 這個ASPI 也是受到美國 和澳洲 大量的 軍事 生產商 支持 所以 是一個反中國 的 團體 後面還有一些其他資料 這個就是 當時說的圖 接鏈 其實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 剪了出來的 分多鐘 但是 整個完整的 他那段講話 有人放在YouTube上 在這裡 在下面 所以我會把YouTube 再抄襲出來給大家 另外這個貼文本身的接鏈 也會留給大家 可以查一查 我回到這裡說回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 論調 是有問題呢 我們先看看時間 我們知道 中國 在2011 14年 經濟超越 日本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而這個形勢 已經在2009年 很清楚 在2009年 同時 中國離開第二大的 日本 相差 幾千萬 兩千多萬 國民生產中殖 已經追到 所以 在2010年之後 美國就開始 和中國 離開了密約期 開始要打壓中國 我們知道 在2013年 2013年 美國就開始搞 Pivot to China 在南中國海 和在太平洋 開始圍堵中國 中國 看到這個形勢 對不起 這是2012年 歐巴馬說出來的 就是要做 Pivot to Asia 到了2013年 習大大上場之後 才提出 一帶一路 換句話說 當美國 入侵 阿富汗 我們看看美國 什麼時候入侵阿富汗 他就是 2001年 911 之後 大約一個月 即是在2001年 10月 入侵 阿富汗 2001年 離開 習大大 提出 一帶一路 是有十幾年 因為 習大大提出 這是2013年 提出 美軍進入 阿富汗 是2001年 年尾的事 相差 十年 十幾年 所以 他說 駐軍阿富汗 是為了 在軍事上 影響 一帶一路 那就不對 起碼 初初駐軍的時候 根本美國不知道這件事 美國要駐軍阿富汗 什麼理由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肯定知道 在911事件 之後 一個月之內 軍隊已經 入侵阿富汗 一個月要動員那麼多軍隊那麼長距離 去攻擊阿富汗 這個不可能是一個月之內可以 完成整個行動的計劃 和部署 換句話說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 美國已經 佈署了準備 派兵去阿富汗 什麼原因 很可能是因為 跟俄羅斯 當時的蘇聯 當時已經是 俄羅斯 騙了蘇聯界 看了有沒有多久 絕對有關係 這個後話 我們現在總之就是 在2001年10月 美國進入阿富汗的時候 中國是未曾提出 一帶一路的 所以 這個第一點 我認為 是 錯的 當然 突然 去到2018年 即是2013年之後 美國已經有軍隊在阿富汗 將這個軍隊的軍事目標 由本來不知道什麼目標也好 轉換成為 作為影響一帶一路發展 這個戰略目標的改變 絕對有可能 我絕對不會反對這件事 但在時間上 我也要分清楚 那個先後之序 2001年10月 美軍進入阿富汗的時候 中國是未曾提出 一帶一路 離開中國提出 一帶一路 是有十幾年 以美國的一般計劃來講 沒有可能是十幾年之前 可以預計到 十幾年之後 中國會有一個 一帶一路的計劃出來 當時 大部分世界人 沒有辦法知道 會第一 習大大會成為國家主席 第二 習大大會提出這個一帶一路 這個在2001年的時候 絕對看不到這個現象 所以將 在後期轉換了他的戰略目的 說美國入侵阿富汗 會和一帶一路的關係 後視 可能在2013年或2014年之後 開始改變這個態度 所以到了2018年 他在會議上 提出大家覺得 老實說 時間不對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我處我 謝謝 他真的會做 你擁有 我會說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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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